這裡的消息我們來看 我們在台中有一個男人 我們在上個月是在公園裡面 找到一個背包 打開一看 這裡有新代票 有美金 也有人民票 算上的金額是超過五萬塊 不過裡面是沒有人的情形 在這寬少許的天氣 他在那裡現場站著一小時 就要等沒有人送去派出所 這個男主怕去派出所 拿出一個長期的背包 我們趕快來了解總統 原來這個背包是一直在公園裡面找到的 男主標是找到背包打開一看 裡面有很多現金跟外賓 讓他走到一條 不過裡面算沒有人和真怕 根本不知道誰是誰 反而碰到背包的人可能會頭來找 喝到航空 他就站在原地來等台 所以還是沒有看到失助 最後男主將背包的散告派出所來一頂 應付錢店算算的 裡面有五萬塊的代票 美金跟人民票 就是他法律上的權益 他有百分之三十的那個 可以請求這個報酬 但是王姓民眾他本人予以婉拒 他說他只希望這筆錢 可以儘快那個返還失足 雖然說是收到很多現金 不過男主沒有動作是天一頂 人都來紅包 他說如果是有人贏 以為男主可以要求三生的報酬 男主也最急著 希望胖鏡皮包的失助 可以快來贏 開心來過一個好年 記得台中總學報道 好